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2月1日 請大家訂閱小弟這個免費的頻道 以及最重要是按一下小鐘 大家就不會再錯過小弟分享出來的視頻和直播 如果大家是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懇請大家做三個簡單的動作 點讚、留言和將它分享出去 今次想跟大家講一講 就是剛剛過去1月31日 其實去年也是一個頗特別的日子 特別在什麼呢? 就是英國去年1月31日 將在武漢的英國人撤離 因為當時武漢剛剛爆發新冠肺炎的疫情 所以1月31日撤離了83位英國人 包括現在螢光幕見到這位Matt Rowe 結果如何呢? 結果一年後的今天 他接受BBC的訪問 就說其實他當時寧願從來沒有登機 其實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英國的疫情 自從去年開始爆發之後 其實一直到現在都是控制不了的 我們看到這個國家 幾千萬人的國家 現在已經有超過380萬人確診了 而且這個數字 現在才剛剛叫做開始受控 但是還不可以完全受控 其實我們看到他從9月份開始 去年9月份 基本上他的數字是一直上升 都基本上沒有跌過下來的 而結果他當時 大家都應該記得了 最初的時候 這位貌似神經病患者的Johnson 約翰遜先生 他說希望什麼都不管 使得新冠肺炎 在英國達到自然的羊群免疫 群體免疫 Hurt Immunity 其實當時他被人罵得爆 然後到最後他都放棄了這個做法 也好在他放棄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相信他真的死也不行 結果現在他又要做什麼呢? 其實就是一開始 我們知道歐美的國家 對中國馬上封鎖武漢 很不以為然 說什麼? 違反人權也說什麼 但是現在結果 他們全部都跟我們學 除了學我們 封鎖他們的城市之外 也做回大量的測試 找回患者出來 當然現在疫苗方面也開始投入很多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英國人 他本身都為他們要回到英國 捱疫情 是覺得非常後悔的 但是竟然 有一些香港人 還要被英國人騙了 在這個時候還說想移民去英國 沒錯 就是說用BNO護照 要去移民英國這一件事 其實當時他宣佈 由1月份開始 就可以申請移民 但是 當然馬上我們的中央已經作出回應了 就是其實這件事情是完全不合理的 也都違反了現在國際的關係 所以就馬上宣佈了不承認英國的BNO護照 就是說現在就在香港拿著BNO護照的人 如果你真的要冒險去英國的話 你唯有拿一個沒有國家承認的旅遊證件 到時候看看你們自己怎麼做 其實當時英國宣佈用BNO移民的招數之後 他們自己非常看好 他們自己非常看好 他們估計在五年之內會有100萬香港人過去 然後說頭一年可能已經高達50萬 其實說真的 老實說 小弟也有這樣的資格 但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移民過去 因為基本上我覺得整件事是一個大騙局 其實之前小弟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分析過為什麼是一個騙局 我們現在再看看 其實英國自己估計會有100萬人 頭一年有50萬人 但是移民顧問就說 預計第一年應該少於2萬人申請 原因為什麼 就是因為如果你要申請去移民英國的話 其實就算你審批了之後 你可以在英國居留五年和工作讀書 享用國民保健的服務 但是還不可以領取公共資金 就是說你沒有了大部分英國福利 而且你不要想著 移民過去之後 他讓你留五年工作和讀書 不代表他當你是自己人 申請者的子女如果要入讀大學的話 會被視為國際學生的收費 其實說真的 我們可以看到 英國人其實搞過這樣的計劃 是為了什麼呢? 就是因為錢的關係 因為現在面對 可以看到 香港人如果要認為英國一定有一定的經濟實力 所以現在最主要就是因為英國經濟 在疫情之後重創了英國的經濟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去英國的洗費並不便宜 我們可以看到如果根據一個網站的估計 一個四口的家庭 每一年大概 在倫敦來計 大概平均 平均不要說過得很好 平均需要的生活費用大概是33,000英鎊 回來的大概是35萬港幣一年 其實你不要說特別高 但是如果在那邊要6年的話 35萬乘6的話 就要200多萬了 其實你不要想著 有些人可能說不要緊 到時候就大家逼一逼 住的地方不要這麼大 也不要想著這件事 因為英國人也預料會有這種情況 所以英國也發出了聲明 就是澄清了一些細節 居住空間是有要求的 說明就是 每一個單位裡面有多少間房 就決定了你房子可以住多少人 然後你房子 每人要用多少尺的地方 其實全部都有規定的 你不要想著 到時候我起碼先過去 然後你一家人逼在一間房子 可以不可以? 對不起 已經和你關門了 你沒有經濟能力 很老實說 英國甚至不歡迎你們過去 其實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可以看看 英國經濟是不是真的這麼好景 我們看看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就是它的失業率 到底英國有多少人失業? 如果我們在這看的話 我們看到英國的失業率最新是5% 就是說 這個5%代表什麼呢? 代表它現在 總共大概有260萬人失業 沒錯 260萬人 估計到今年年中 應該到達260萬人會失業 其實新冠肺炎真的讓英國的經濟受到重創 所以只是新冠肺炎在這段時間 英國開始爆發的時間 其實已經為英國製造多了140萬的失業人口 所以來到沿沖會去到200多萬 260萬 這是它估計的數字 你想想 如果好像英國自己估計會有50萬香港人過去的話 它本身就是200多萬人失業 你說如果再多50萬人 真的去到300多萬人 它有沒有這麼多職位給人在那邊找工作呢? 所以如果能過去的香港人 麻煩你自己也想清楚 你要在那邊只靠著自己的錢 沒有任何政府福利的情況下 你要熬到6年 否則你在那邊被人拿光了錢之後 也是要被趕回來的 其實英國會不會說未來幾年的經濟會大大又上升呢? 其實真的不用指望 因為英國今年1月31日已經是正式脫離歐盟的日子 其實我們可以有經濟學生已經預測了 如果2021年 其實至少它自己的經濟會只是因為脫離歐盟 至少不見了2%至2.5%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沒有了這麼大的經濟體在背後支持的話 其實現在英國也在面對很大很大的問題 在這個時候 失業率又因為疫情上升 你還要接收這麼多香港人過去的話 其實基本上增多足少 不用在那邊找到工作 也未來幾年應該也不用指望了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它這個時候做這樣的動作 為了什麼呢? 第一當然就是因為跟中國對著幹的關係 第二當然也是希望 小弟估計 希望在歐美國家可以贏得一些聲譽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相信是為他們的經濟著想 他們自己的經濟 為什麼小弟會這麼說呢? 因為如果我們當作每一個家庭要過去英國 他都賣了自己住的層樓的話 其實他們估計 香港應該有360億會向外流 這個差不多是2,800億港幣 是的 其實他真的看著2,800億港幣 這些人如果去到英國的話 他們就將這些錢帶過去 然後在那邊消費 無端端可以有2,000多億 轉過去他那邊 在他這個時候 經濟又不好 疫情又影響他這麼大 雪上加霜的情況下 如果真的有些香港傻瓜 帶著2,000多億過去的話 其實對他來說 絕對是一個雪中送貪的舉動 所以 英國人真的玩政治很厲害 所以他們一個小小的舉動 竟然可以為他帶來這麼多不同的好處 但是竟然有些傻瓜的香港人 他們甘願走去一個疫情大爆發 經濟看不到有任何好轉的機會 而且是失業率非常高的一個地方 他們到底想做什麼呢? 這個我真的不明白 他們覺得他們的子女在那裡會有前途嗎? 這件事令到小弟更加模糊 也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但是如果說他們找不到工作去做的話 其實反而在英國 現在可能有機會讓他們多了一個出路 因為其實 小弟相信有很多過去 都是本身他的政治取向 甚至是有可能參與2019年的暴動 所以如果他們去到英國的話 有一個好機會給他們效力英國 但是為什麼呢? 因為蘇格蘭 因為看著英國的經濟前景 絕對不樂觀 所以蘇格蘭也很討厭 英國為什麼突然要脫離歐盟 令到經濟看不到前景 所以現在蘇格蘭又醞釀希望獨立 或者我們的黑部門去到英國 可能也可以幫蘇格蘭爭斥獨立 跟在香港一樣 上街暴亂收錢 或者對他們來說 都不失為一個在經濟上可以獨立的出路 其實 其實最重要一件事 就是當這群人想拿著BNO移民的話 其實他們還有沒有資格的 有機會讓他們回來香港 其實小弟覺得絕對不應該 因為其實全球而言 雙重國籍一向都是全球一個慣例 是不容許的 例如我們知道 剛剛一月份 在日本都裁決了 重新新多一次 重新了一個禁令 不好意思 重新了一個禁令 就是禁止雙重國籍 而且憑這個是合憲的 所以以後日本都不會再容許雙重國籍 其實這個既然是國際的慣例 如果他真的拿著BNO移民了過去英國的話 其實我們香港是不應該再保留他的居留權 到底這個應該怎麼處理呢? 相信我們的政府會想到一個合理 而且是可行的方法 去管制這件事 不要讓他們在這邊 這邊箱就打算走 另一邊箱當它混不著的時候 又打算回來再賺錢 真的不要讓他們再有這件事發生了 而且他們的中國公民的權利 也應該在他們移民英國的時候 應該是完全取消的 小弟就很期望 政府盡快封了這個後門去 好,小弟這次就分享到這裡為止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剛才也說過了 如果大家喜歡小弟這段影片的話 願意請大家做三個很簡單的動作 點贊、留言和將它分享出去 我們下一次下一個話題再談過 好,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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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